天热小朋友容易上火,口干舌燥,聪明的妈妈都会做这个雪梨果冻,只要会烧开水就能做成功。 首先把雪梨去皮,切成小丁,再倒入锅中,加一勺枸杞,几块老冰糖,倒入500毫升纯净水,煮10分钟,再倒入50克的白凉粉,吃了好多家,还是这家味道好,口感好凝固也好。 再次把它搅拌煮开,找个大碗或者容器,把它倒进去,放凉后它自然就凝固了,切成小块就可以吃了,清脆爽口,大人小孩都爱吃,你也做给家人吃吧。